过年必吃的佛跳墙 象征好彩头的萝卜糕 还有梅干扣肉 花雕坠虾 人参鸡汤 丰盛的年菜摆满整桌 还配合长者咀嚼功能 精心烹调 台北市社会局结合社福基金会 合作社及商业同业工会 等95个民间团体 举办温馨年菜爱心快递活动 预计今年将送出2000份温馨年菜 让独居长者及弱势家庭 在年节围炉时刻 享用美味年菜 那今年总共有90个团体 那我们也捐助了将近600万人 参加这个爱心年菜的活动 那我想在社会上 我们需要很多这个社会资源 来协助我们 来对我们弱势的家庭 和我们独居的长者 提供一些年菜的一个服务 那在过去几年 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 社会的温柔 那今年呢我们更有中式的爱心基金 提供了六十几万元 给美味张的1000块的红包 我想这个整个活动 都是我们很多慈善团体的共襄胜续 今年年菜赠送对象包含614位低收入独居长者 及1386户经济弱势家庭 秘书长李泰鑫 感谢民间单位爱心赞助 也特别感谢唐市政基金会 加码自政所募集的700份年菜礼盒 并由唐宝宝及身心障碍者 参与礼盒包装 创造双倍善的循环 在新的一年 市府会更加的努力 那在各位理事长 董事长的支持之下 我相信未来台北市政府 对于我们的独居长者 我们的弱势团体 会更加服务的亲切 更加的管放 更加的深入 那我让我们各个独居老人 跟我们的弱势家庭 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爱心年菜活动迈入第17年 社会局对弱势关怀不打烊 年节期间更在14个分局 90间派出所 备有超商商品卡及爱心餐券 有需要的民众 都可以就近向派出所提出申请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